造成了18人死亡 267人受伤的普悠马列车翻覆事故 现在侦查结果出炉 司机员邮政仲台铁局机务处的柳姓副处长 还有无姓综合调度所长等三个人 遭到地检署疑业务过失致死罪起诉 至于前台铁局长范之谷 周永辉以及陆杰森等16人 获得不起诉处分 台铁普悠马列车2018年10月意外翻覆 造成许多家庭一戏破碎 18个人死亡 267人受伤 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列车司机邮政仲 是否背上业务过失致死罪 历经七个多月调查后 宜兰地检署宣告侦查结果出炉 请出被告 由姓被告 在大理跟大西之间就已经把自动防护系统ATP关闭 侦查宣告终结 其中主因包括事故列车超速行驶 ATP列车防护系统被关闭 还有远端监视系统未连线等原因 因此检方认定列车司机邮政仲 台铁局机务处长柳信副处长 无信综合调度所长三人 依业务过失致死罪起诉 另外台铁前后任局长范子谷 周永辉 陆杰森等16人不急速处分 因防护就是降低这个风险的机制 也就是ATP远端监视系统没有作动 导致因减低风险的机制失灵了 终究造成本件死伤结果 侦查结果告终 普庸马列车ATP系统螺丝松动造成重大死伤 遗憾终究已经发生 检讨安全机制可不容缓 记得李克宜一栏报道